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何种方式对于缓解鼻动炎是没有帮助的呢 第一个是醒鼻涕 第二个是洗三温暖 第三个是使用鼻喷剂 我们先来问Lina 你觉得正确答案是 我觉得是二 因为我觉得洗三温暖就是要冷热交替 而且它湿度会比较高 应该会刺激鼻子吧 是 莫娥呢 我觉得是洗三温暖 因为那只能在下血液循环 好像定不能够帮助鼻子这个 是 所以驴室真的是洗三温暖无效吗 对 我想这个题目大家都很轻松 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 醒鼻涕我想鼻动炎最不舒服的 就是鼻涕跟鼻塞 或是头晕这样 那你把鼻涕醒完了 我想就会比较缓解 我想第一个是大家会很轻松 第三个为什么使用鼻喷剂 会对鼻动炎有帮忙 我们把鼻涕醒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一些适当的鼻喷剂 那有很多的种类 那鼻喷剂的主要的原因是 让它的鼻粘膜消肿 那它让里面的没有出来的鼻涕 会更容易出来 那这样会减轻它的发炎的状况 也会让它鼻子的鼻涕早一点出来 所以也会让你的鼻痘炎 症状会比较舒服 那是三温暖 刚才Lina跟莫都有讲过 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是促进 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 对 可能对于其他的部分 会比较不错 但是对于鼻痘炎本身 并没有太大的帮忙 而且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可能忍耳交替 就开始打喷嚏 就开始打喷嚏 反而鼻涕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其实是 二 洗三温暖是没有帮助的 那提到这个鼻子不舒服的情况 我们就来想问现场 像Lina 你鼻子不舒服的时候 你都用什么方法来缓解 我小时候就是常常 一天到晚一早起来 就一直醒鼻涕 一直流鼻涕 停不了我就会 习惯性就会泡热水 然后喝热茶 然后就是它熏一熏 然后我觉得就好像比较舒服 比较能入睡 比较不会一直流鼻涕的状况 那孟你的方法是 我的话可能就是直接去睡觉 可是有的人会睡不着 对 就醒醒然后去睡觉 然后一起床可能就觉得差不多 但我妈妈有个比较特别的经验 她就是用一个鼻腔器这样子 然后她一直往嘴巴喷 一个月都还没有好 因为那是往鼻子喷的 她把那个喷鼻子的拿来喷嘴巴 对 然后一直吃下去 怎么还没有好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发现她动作 对 我说真的妈这是要用喷鼻子的 对 那是我的东西 她拿去用 所以你救了她这样 她应该下次要用的时候 应该先问你怎么用才对 对 她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欣杰 你都怎么解决你的鼻塞问题 我就也是一样是吸热水蒸气的 就是拿一杯热水 然后吸热水蒸气 就是让它好像比较热这样子 像驴医师 她们这些方法是有效的吗 还是 我想只有喷嘴巴没有效了 喷嘴巴没效 对 那我想一大早起来 因为大部分清晨的时候 它的温度比较低 所以你会容易鼻塞 尤其又从那个暖暖的被窝起来 然后接触冷空气 没错 那所以你包括你喝一杯热水 或是说赶快做一些运动 或是说你把那个热水你不喝 让它的热蒸气让你呼吸 这都是对鼻腔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为会让你温度 湿度 都会达到你很舒服的症状 所以有的人因为这样子 他马上鼻塞就会减轻 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用热水来熏鼻子有效 但是欣姐我们现在还有流行一种叫做 去清洗鼻子这种情况 对 洗鼻器 就是刚刚医师说的那个原理 就是把那个里面的鼻涕 能够稀释掉 然后冲出来 因为有些鼻涕太浓稠 用洗洗不干净 就透过洗鼻器来把它就是冲出来 这样子 但是它目前只有就是做那个 缓和的作用 就是舒缓症状 并没有治疗的效用 所以像吕医师这种洗鼻器 它是在家也可以自己用吗 还是说要到医疗院所医生来指导 是 我想洗鼻器对于一般大人 我们先讲小孩子好了 小孩子他有时候鼻涕不会自己洗 那我们有时候怎么教小朋友自己洗鼻涕 你就叫他哼哼 他也哼不出来 对 他有时候哼不出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请他先玩游戏 怎么说呢 桌子上放乒乓球 那叫他鼻子塞一个 然后让他去喷 让他去喷那个 就是用叫他鼻子用吐出来的这样子 没错 这样子他如果 他觉得很好玩 他就会这样子吸 那这样子以后要洗鼻涕的时候 他就会同样的原理 好像我现在喷出来的气 让乒乓球能够动的话 我的鼻涕自然就能够缓解出来 这是带小孩子 大人就不用这样子 大人他可以自己来洗鼻涕 或是有时候你一次两个鼻孔 一起吸 一起醒的时候会不舒服 你就一次单边 一次另外一边 这样会比较好 那刚才辛姐讲的所谓的 洗鼻子的动作 那洗鼻子的动作 不见得一定要在医疗院所 我想在一般民众都可以 现在外面街坊的一些医疗器材 有卖很多的洗鼻子器的东西 各种各种不同的方式 那都是帮忙我们自己把你的鼻涕 把它清出来 清干净 对 那这样子你的症状就会舒服 那刚才还是强调一个 真的没有医疗的一些作用 那会把你的鼻涕醒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舒服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刚开始在醒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 怎么不舒服 好像那个鼻涕 那个水会呛到喉咙里面去 会有点不舒服 那另外我们想再强调就是说 如果你有鼻痘炎的症状 或是你平常有过敏的话 我们会建议一般的民众 就是要多运动 因为你的运动 就好像在洗衫的时候 你的身体也会有血液循环会好 鼻子的血液循环会更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建议 哪一种的运动 像游泳 像爬山 要有一些增加你的肺活量的运动 不是只有逛街 而且医生还常常会讲说 除了做这些运动 有时候晒太阳也很好 没错 没错 这样会很好 那到底鼻痘炎的正确治疗方式 有哪一些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最后告诉你